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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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Peter 未来这一部分我想讲解一下PIX LCD 屏幕里面 展示出来的所有的数据究竟是什么 首先最上高来说 这个就是音频道 现在这个音频道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就是通过F3的耳机 通过HDSDI 连接了两个频道的音频进来PIX 但有些情况你会发觉 进去PIX的音频道 音频道太高或者太低 那你可能需要怎样做呢 其实很简单地 你只需要走进去音频道 按了按键之后 你就会走进去音频道的页面 那你只需要选择 你需要选择的那个频道 之后用这个频道按下去 你就可以直接去控制 去调高或者调低的音频道 去到你适合的这个水平 那它本身这个PIX 它最多可以支持到 是Embed 8条的这个SDI的音频道 所以它的音频道的部分 是非常之强劲的 HP12 其实这个就是说 你耳机的屏幕 在调低的频道 那当然它除了1、2之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设定 去到下面这个 就是说 你究竟你的进入 究竟是SDI进入 还是HDIM进入 那现在是SDI进入 那它的解析 现在这一刻 是108050i的 那下面这个 其实就是说了 你究竟有没有做到 cost-point-work 或者是up-point-work 那现在这一刻 因为我在我的PIX的设定 是同样的 input source 所以你会看到 上高、下低 这个和上高的 两个是同一个设定的 但如果我设定了 例如是 up-point-work 变成了108025p 那下面这个 就会变成25p 而你的HDSDI 和HDMI 都会立即改变成25p 下面这个 就是你正在录制的 现在我正在录制的 就是ProRes的422HQ 下面这部分 就是你所谓的日期 时间 你的时刻 那去到另外一边 你会看到 它会展示给你看 究竟例如 你的compact flash 或者SSD 究竟有没有 insert到下去 例如现在这一刻 我的compact flash 没有insert到下去的话 它会写着offline 而当你督了下去之后 它会有颗星 展示出来 它会先录制 它会先录制 SSD 或者先录制CF card 那现在打颗星 在SSD 它会先录制SSD 那它也会展示给你看 究竟你现在 这个SSD 究竟可以录制多久 因为我本身 我在里面 录制了很多文件 所以变成 现在它告诉我 只可以录制 一个小时 23分钟 在上面这个 就是说你的 音乐的进入 现在我的音乐的进入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本身是 Embag的 SDI 2-channel audio 所以在这里 你会看到 我的设定是 HDMI 或者SDI 2-channel 的Embag 到最上这两个 就是说 Battery 和 AC的 Power supply 的 Voltage Level 这一部分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 假设你是一间 OB公司 你有时候 有些情况 就是说 有时候 Power Source 突然间断电的话 其实如果你 拼了一个 Sony F-mount 在PIX 里面 如果你不堪地 假设你 AC Power 突然间断了的话 它后面 那个电 就会担当 好像一个UPS 的一个功能 立即会担当电 而不会断了 部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在 ProRes的情况 或者甚至是 DNX HD的情况 如果你在 还没关系 材料的情况 之下 突然间断电 或者断了的话 你整个材料 都是用不了的 所以其实 这个功能 其实是对于 一些OB公司 甚至可能你在 外面拍摄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之有用的 当然 所有的 是可以 你可以在 设定里面 可以选择哪些 表现出来 而哪些是不需要表现出来的 我在下一部分 我会再讲一讲 其他的功能